第一次穿青蛙裝 韓國瑜感覺很新鮮 但似乎是刻意要舒緩 深入下水道的緊張心情 可以啦 不可以啦 這個好像是老公的泡 慢慢的 慢慢的這樣子 OK 好不好小心喔 一路吊掛下去 韓國瑜親自鑽入地底 認著著氣惡臭 還有蚊蟲蟑螂 而且腳一踏 感覺很安靜 孩子很安靜 你的腦袋 兒子 我現在就行了 兒子 我衛時 我手握穿 我的腦袋 那聽起來嗎? 那聽起來 愛情 她很小 2 2 2 3 4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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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瑜視察災情大探像是來到第三世界 自水自成這個樣子 居民過得這麼的辛苦 所以我覺得 高雄市政府真的要檢討一下 到底治水專案有沒有效果 未來 林園地區 像這樣淹水的狀況 需要不需要 趕快強化改善它 要趕快去做 不能再讓老百姓過 我們是一個直轄市 現在搞得到處坐 過得像非洲 泵濛大雨中 一名長髮辣妹 穿著熱褲蹲在水溝旁親水溝 只見她一身超短 熱褲蹲著檢樹葉 畫面曝光 讓網友都說這女生很讚 這行為值得敬佩 但也有人問 是不是有東西掉下去 堵住了排水的孔 所以我就想 我就徒手的那種 拿開之後發現 它就可以排出 然後水就消退了 欸為什麼 沒有穿雨衣 是因為 來不及 因為 我也不知道 手好心切喔 就是 我就是奮不顧身 其實我大腦跟 我大腦都是空的這樣子 我只是想要 想要趕緊幫助大家這樣子 所以妳是從這個入口清到 下個入口 都有都有 就是 我要入的左邊 這個 我清到神采KTV 從康世美清到 然後右邊的話 是從這個阿龍海產店 清到它的旁邊這樣 那還有 對面的 這樣子 所以現在網路上人家封你是最美天使 你有什麼感想 沒有 就是謝謝大家 因為我覺得 這是天災 與其去怨天遊人 我覺得如果每個人 都能夠 世界多一份愛 然後大家都 都為了別人著想 也覺得說妳徒手這樣很危險 妳後來有沒有戴一些手套 什麼防護 沒有 都沒有 就是當下 就是 因為救災很緊急 這樣子 然後 我都沒有想過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我只是想要趕緊讓大家都可以 不要 車子不要泡水 機車不要泡水 還有 把機車扶起來 嗯 對 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乾脆 就是沒有什麼想法 鳳太來來 廚尾頂熊 是會退去的 誰吃得很棒 這不太棒了 空太妙熊 啊 不太太 可以 在買廳 哪儿 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三驼儿 四牛高雄 小港医院旁的连锁超商 扛不住强风袭击 但门口玻璃 货架全被吹烂乱成一团 其后前的机车也被纵杂 目警民众超惊吓 前站一出路口 店面墙壁被强风掀翻 大力砸在马路上 不到一秒又被吹走 已经看不出原来是间羊肉炉店 整片机车也横倒一地 画面出目惊心 只是有人店面保不住 这群人是全力管救门面 身穿西装 黑色衬衫 肉身顶住玻璃门 高雄汉来饭店职员 避免玻璃门被吹垮破裂 五名壮汉用尽全力对抗强风 另一边也有三名员工奋力抵挡 令人捏把冷汗 网友也惊呼 前两天放台风架防台错失呢 整片玻璃碎裂 恐怕血肉模糊 原来在人舞八德西路 冰狼滩老板娘刚找完钱 突然店外风雨骤变 正正强风威力惊人 下一秒整个冰狼滩甩尾喷飞 网友看傻眼 这是捐款潜逃吗 燕跟钱都飞了 另外在前景区某连锁操商 同样不敌强阵风 玻璃碎裂一地 天花板全被吹垮 整个面目全非 宛如战争片的场景 民众涉险露影 让人捏把冷汗 而在前镇区南宁街一辆白色B&W 停在住家旗楼 但银架满天乱飞 直接插爆挡风玻璃目击民众也惊呼 简直是人间血滴子 但别以为躲到室内就安全 知名大卖场内 顾客及员工们纷纷从服务台逃窜出来 因为铁皮屋顶竟被吹了起来 猛烈风雨不断灌进室内 现场一片混乱 只能说收台风架就乖乖待在家 别拿生命 开玩笑 外送员帽着风雨还在送货 打开货车车门还死命抓住车 结果 整个人旋转一圈一秒消失 狠狠甩出镜头外 被狂风吹走 另外一个角度看 这一个人明明往前走 但人却逗腿路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粘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 我看你呢 一你呢 你呢 你的 我看你呢 你呢 我看你呢 你呢